首先要来看一下,实际上 这边会有几个圆呢?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画圆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这边有一个圆 然后再把那个圆怎么样?裁切掉,对不对? 那这边不是有个圆 这边有个圆,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圆嘛,这边有个圆 所以基本上会是几个圆 四个圆嘛,对不对? 那它的尺寸是80 然后每一个是等分嘛,这是等分线 所以等分等分,也就是每一个多少? 20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画方法很多,我可以先把这个画面 反正就四个圆画出来 然后都要等分,每一个都20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要等分的话,那当然有比较聪明的方法,或者比较笨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 第一个 像这个就重生一下,因为它没办法放大缩小 你把它移过来之后 你可以怎么做? 这边可以画20 20之后按空 20 然后再过来 再一样,再一直画20 再过来 再往同样方向20 因为你可以一直画过去 所以这一条线实际上看起来 那结束按空白线 看起来是一条线 可是实际上是几条线 四个物件 他把它当物件 四个物件 所以每个物件都是 独立的 它不是一条80 所以我们要画四个圆的话 可以这样 圆 我们先把大的先画出来 所以你就找到大的中间这个当成那个 我们的中心点 然后画过来 对不对 画过来之后呢 就有一个最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也是一样画圆 然后再来就哪一个呢 再来就是从 这边这个圆 是第二大的圆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第二大的圆中心点 我应该抓哪一个呢 实际上你可以算一下也知道 因为它是刚好是 这个的终点 了解意思吗 如果算下来的话应该是 这边一条 对不对 这边不是一条 这边不是一条 它是在这里 所以它的中心点应该就是在 第二条线的哪里 终点 所以终点是三角形 那你如果要画的话 你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第二条线 的什么呢 终点 就是它的什么呢 中心点 然后要到哪里呢 到这个 其实你可以碰到这边 也可以 因为你可以反方向嘛 那你可以这边抓这个端点 比较不好抓 你可以抓什么呢 这个圆的 因为它一定会跟这个圆相交 那他们 左边的这个四分点一定会呢 重叠 会是同一点嘛 所以你只要抓 这个左边的四分点 点一下 就出来了 接下来这边不就还要再画两个圆 那画两个圆的话 圆的位置在哪里呢 刚好就在第二个物件的终点 然后 一直到它的端点 有没有 拉过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重复 重复画圆 有时候你觉得跑这里太圆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按右键 重复圆 因为如果你重样指令 你就按右键重复 你就不用 因为有时候你从这边移到那边 你会觉得距离比较圆 可是你按右键点这边 有时候偷懒我会用右键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这一招要教各位更快一点点 时间 就是效率 你要提高效率 按右键 重复 画圆的动作 中心点 到 这一个四分点 实际上就是线的端点 也是同一点 OK 好了 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做什么动作呢 再来就是说 把不要的部分 裁掉 就很简单 修剪 空白键 这一条线 不要 这一条线 是不是这一条线 不要 这一条线 不要 那这四条线 不要 对不对 如果你四条线不要的话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选的方法很重要 我上礼拜讲过 你可以用实线的选 或者是虚线的选 虚线是 由左下到右上 碰到就算 不过你会发现 哇 用 这个虚线的话 不行啦 因为它会碰到圆 所以你要删删不掉 怎么办呢 用实线 实线的话是 整个全部选到 才算选到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 左上 有没有 因为一定要全部选到嘛 所以胡跟圆 都只有碰到部分 所以不会选到 放开 有没有 只有选到线 再来你怎么办 把它删除掉 删除 OK 那这个图形就完成了 那 那个 就里面的那个标注 我想你大概标一下 比如说你就先标一个 大概 因为之后我会教各位怎么标 标出跟那个画面上 几乎一模一样的标注方法 这是80 里面这个 这个我想慢慢 先做出到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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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